随着迅期即将来临 为了确保排水顺畅 吉安乡公所从3月份开始 陆续在辖内18个村 30处的重要排水设施 展开大排水沟晴雨作业 预计一直到5月中旬就能完成 随着迅期即将来临 为了确保排水顺畅 吉安乡公所获得县付110万元补助 从3月份开始 陆续在辖内18个村 30处重要排水设施 展开大排水沟晴雨作业 而18号上午 吉安乡长游淑珍 也特别前往吉昌一街 中原排水 视察目前的晴雨进度 并送上吉安乡农会 直至冰棒 慰绕现场的试作人员 请告 中央现乡协力 为迅期来临之前 将我们吉安乡的大排水沟 还有重要的排水 能够做好清淤 以及两个墙面 所有的杂草来清除 从3月份开工 即将于5月完工 要圆满在训期来临之前 把所有的排水 跟所有的准备工作 来圆满完成 乡长游淑珍也表示 除了工部门直立清沟 也请民众 不要把垃圾废弃物 往排水沟丢弃 如果发现有阻塞情形 也请通报相公所 将会由情节人员 前往清沟疏通 记者徐立清 既然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